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明天 4 月1号 然后下午4点的时候 我们的暴走Galit的卡机 它就会开上来了 不过这一次 我们的318塞尔人质的卡机 因为时间点可能比较特别的关系 是到4月3号 它的卡机才会关掉 那么在这一边的话 我们的红神悟空的卡机 跟Galit的卡机 会有一个重叠的时间点 那么对于还没有抽到 这个红神悟空大奖 或者就是L2之父子的朋友来说 可能就会在两个卡机的选择上 有一点点的小游戏 然后目前来说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龙石可以拿 然后明天初登录 或者活动开始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龙石可以拿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我们就带大家稍微来看一下 两个卡机的差别 然后就看到时候 我们要选择哪里一边 然后国际版的话 也会在近期开心的 DocanFest卡机 等一下再跟大家来稍微讲一讲吧 那么首先 红神悟空的卡机这一边的话 因为注目角色 其实大家都是相当的明了啦 不管是这一次 红神悟空啊 或者副卡的Vegeta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初复刻的L2之父子 这三张都是属于 最顶级的在各自的那个级别中 L2最顶的角色 一般石筹卡最顶的角色 然后 限定L2最顶的角色 这三张基本上目前为止都是最顶 所以以这个卡机的价值 其实是相当高 然后后面的注目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好 有些人来说可能不好啦 嗯 这边这个就是先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是红神悟空卡机的前三位啦 都是属于超强实力的啦 那么这一次的Garri卡机 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 小悟空一定会复刻 然后Garri本身 再加上我们的那一个 Folustot 这三张是确定的嘛 那么后尾还会有 四张的限定 至于四张的限定 会从哪一些角色来调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边 把这一张小悟空是 确定会出复刻的除掉之外 还有一些的可能性 就大家看到的啦 嗯 这一张大王 因为跟Folustot 有一个联动的关系 联邪必杀记嘛 所以他出复刻 应该不是出复刻 sorry 他会再次复刻的可能性 会非常非常的高啦 然后接着就是 第六宇宙的两位 哎 Cartifula & Gare 这个技术的女生 他上一次复刻 还好像是蛮久之前的 至少今年肯定是没有 去年可能是年尾之类的啦 然后 这个Cartifula 哎 这个就是很久 而且这一次 如果说啦 这一次官方打算 让他极限在觉醒的话 那么他就不太会在卡机内 哎 他就不太会卡机内 就看官方是打算在这一次活动 是把素数的女双人 给极限上来 还是隶数的Cartifula 如果他没有在卡机内的话 那么可能性 极限的可能性 就会非常的大啦 嗯 然后剩下的话啦 还有就是这张技术的 希特 哎 曾经我们一直叫他干尼希特 现在的话啦 我们以现今的环境跟眼光来看 可能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干尼希特 哈哈哈哈 相当的害怕 嗯 然后 吉悟空跟戒王超蓝悟空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有机会 可是 吉悟空的可能性 可能会偏高一些 因为这张刚刚极限在觉醒 所以 可能性会稍微低一些些 再来的话就是这一张Glan 为什么会把它放进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的暴走Galry是 第一次暴走的时候 是由我们的这个Glan来KO他 之前也是有说过嘛 他极限在的可能性 也是因为这一个点 所以 也许或者有可能会塞进卡机内啦 嗯不一定 如果是塞进卡机内 那么大概地它是没有机会 吉现在就是了啦 嗯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2021年 愚人节中的这一个Bitel 也会在卡机内的可能性是有啦 未必会有 因为 这几年来的愚人节卡机 好像都不会复刻到 自己4月1号 过往的4月1号的那个角色啦 嗯 这个不太确定 是属于可能性会有的啦 然后还有一张的话呢 大概就是去年5月多 就是黄金周之后的那一张 交替蓝神空背 他们也是相当有可能 因为就是 2022年的注目角色啦 可能会塞个两张 如果会塞多另一 除了小悟空之外的另一张 那么就是这个 蓝神的交替蓝神啦 嗯 如果是以这样子的卡机来说的话啦 内容 除了小悟空之外 还有这一张 戒王前朝蓝悟空之外啦 如果真的是有复刻他的 那么这个卡机的价值算是稍微增加了一些些 至少他在 火力的META上面 是最顶一级的啦 这个 戒王前 戒王前悟空 可是 其他后面的话 对比我们现在的 红神悟空卡机来说 其实是会比较的逊色一些些啦 嗯 因为如果是说 那一张 摩达 摩达 他本身的火力是不高 但是有一个防御力 防御力值在那边 50%的减伤足够的强大 布洛利方面来讲的话 36%的减伤 面对赛亚伦的时候 没有赛亚伦的时候 有一个18%的减伤 嗯 那个的话 如果是开的够多路 还算是可以 然后2022年最强的男人 那一位男人来说的话 我们就不以置评啦 喜欢的就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就呵呵呵 呵呵 骂骂骂 不过 就以目前这样子的 现阶段的实力和可用性来说 这一个卡机来讲的话啦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角色 基本上大部分就还蛮难使用的 如果是我自己要 然后弃除掉一些角色来讲 嗯 大概减伏拉不会在卡机内 然后 比特勒应该不会在卡机内 然后 界王拳超然悟空 应该也不会在卡机内 然后 G-Lan 大概率也不会有 所以就是 Friza 即悟空 C-T 再加上 技术的 减伏拉 然后再加上 我们原本就知道的三张小悟空 减伏拉 再加上 那个 佛洛斯特 这七张就是 应该会组合成那个注目 所以就这样子来对比的话 对于没有红神悟空大奖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 嗯 字版这边啦 除非是对G-Lan 特别有爱啦 那么 可以考虑把龙丝 推回去我们318赛亚人质卡机的红神 那个红神悟空卡机上面啦 可能在 效益来说 会比较好啦 然后 这一张小悟空 真的很想要的话 那个是 另外 在 另一张别论啦 因为我讲 如果是红神悟空 还没有的情况下 或者 L-L的支付值的 还没情况下 那么 对于红币来讲的话 要嘛就是换支付值 要不然等一下黄金周后续 来交换黄金周的那个G-B-K 可能会更好啦 嗯 OK 这个就是我们 日版这一边的 再来的话就是 国际版这一边 国际版接下来会出的是 YAMUJIA YAMUJIA的卡机的注目 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一些啦 YAMUJIA本身嘛 然后 Yajiro Bay 然后 蓝神 交替蓝神 空背 然后 G-Nio 然后后面的三张 会比较微妙一点 就是 变身大特 我们的 宇宙生存片的 变身金服 还有变身悟空 这三张 那这三张来说的话 就比较难搞一点 然后就算是以那个 复刻的 2022年复刻的那个 注目角色来讲啦 也没有到夺好 毕竟 那一张 交替蓝神啊 他本身就是 以实力来考量的话 他就 比较 不太好用 可是以帅度来说的话 确实是不错啦 然后 G-Nio的能力 还算是给力 然后 YAMUJIA本身的能力 是蛮强的 可是 未必有 很多人喜欢他 所以这样 一这么对比下来的话 可能 对于还没有抽到 红神悟空 LL之父子的朋友 还是可以追回去 红神悟空的卡机啦 在这几天的情况下 因为不确定 国际版这个 YAMUJIA的卡机 是几时可以推出 嗯 除非官方就 有一个 先行 出在国际版的 新限定 啊 那个另当别人 要不然的话 这一张YAMUJIA 大概率就会是 国际版下一张的 限定卡了啦 嗯 所以综合这样子的 考量来说 嗯 嗯 抽回我们的 红神悟空的卡机 的价值 会是比较高啦 我们就以价值来说啦 嗯 不追求新卡的话 只追求强度的话啦 红神悟空的卡机 强度会比 接下来 4月1号 或者就是国际版后续的 那个卡机 还要来得更迷想啦 嗯 当然那个是对 没有抽到 支付纸跟红神悟空 这两个 这两个卡的朋友来说 如果已经是抽到的话啦 那么就可能就是 等这个 接下来的新卡机 或者就是 直接把龙石存上来 等着黄金周 因为黄金周 很大概率 会把基比克 跟那个野兽物贩 我们的Visto Gohan 做复刻 那么 我相信基比克 大家都很爱 甚至就是 艳力花蛮多的龙石给他吧 嗯 因为 在目前最强的 顶点 他就是其中之一 诶 曾经 平列过嘛 四大天王就有他 哈哈 这个就给大家 稍微一点点的 参考啦 嗯 希望有一点点的 参考价值之类的 大家可以从这边 分析一下 自己应该要怎么去 划自己的龙石之类的 好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呢 拜拜 拜拜 拜拜